中文字幕——YK 第一个是派和老虎理查德派克的故事 第二个却是派与厨子水手和自己母亲的故事 第一个故事里猎狗咬死了斑马和猩猩 而老虎杀死了猎狗 老虎和派一起在海上航行了227天最终获救 而第二个故事却更加的残忍 猎狗是毫无人性的厨子 水手是腿受伤的斑马 而猩猩是保护派的母亲 结局可想而知 厨子杀死了母亲和水手并吃了他们的肉 而派只是缓缓地告诉作家 我对厨子做了同样的诗 其实这里里安也就隐喻了老虎就是派 派就是老虎 我们也许和作家一样选择相信第一个故事 我们不愿去正视人类在遇到困难时 心里的阴暗到底有多可怕 我们都曾看过泰坦尼克汉 要不将无数戏少的人性放大的电影 人们为了生可以抛弃任何东西 甚至是其他人的生命 而这部少年派和泰坦尼克 同样有异曲同工之妙 只不过里安更加委婉 更加含蓄 并没有把活生生的真相撕裂放到我们面前 而是问我们我们选择相信什么 那这部电影便就是什么 里安早早地在电影中 埋下了少年派就是老虎的线索 老虎的本名叫Thirty 派在第一次去网教堂的时候 神父说了一句 You must be thirty 这句话一语双关 也暗示了派就是老虎 而派在神岛的这一情节 电影不仅展示了海岛上唯美的画面 其实也在暗示着我们 这个海岛并不那么真实 本应生存在沙漠里的动物却在海岛上出现 海岛白天黑夜却是两种样子 其实细心的观众早就能发现 这里的海岛 白天代表的是信仰上帝尊重神明的派 夜晚则是受信和黑暗出没的派的内心 这是对派的警示 也是他的希望 他需要在这座小岛上汲取养分 从而远航 但也不能沉迷会遭到海岛的反噬 派信仰神明 他甚至有自己的三个信仰 里安用一开始的派 来代表了易于迷失自己的现代人 而少年派在经过海上的航行之后 才认清了自己的内心 生而为人 我们有自己的欲望和信仰 每个人都是自私的 都是只考虑自己利益的老虎 我们不是神 没办法在生子存亡之际 毅然决然地献出自己的身体 任人分食 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中 也许都会出现那座食人党 美好的时候想事外逃源 而疯狂的时候却是人间炼狱 但是我想里安其实更想告诉我们的是 无论何时无论何地 我们总要压制住心中的兽星 心有猛虎细袖抢威 不是吗 我是小英 更多精彩电影 欢迎订阅热影时光 从头被移动中兽星